即将上映的纪录片《芦苇之歌》 以曾在二战受迫害的台湾未安妇女性为拍摄对象 在晚年记录下这群阿嬷们勇敢的生命故事 在历史当中最有价值的是人 所以每一个阿嬷都是一个非常珍贵的风景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看到一个老年女性 她们同时面对过去生命的创伤 也面对了来自家庭跟社会的一些 有时候是压力 有时候是支持 然后还有面对在晚年当中 她们自己生命很有可能 很多阿嬷她们用她们的方式 就是展现了很大的勇气跟毅力 压伤的芦苇她不折断 江蚕的灯火她不吹灭 《芦苇之歌》的片名从圣经经文衍生 希望透过阿嬷们的疗愈之旅 带给观众无限的勇气 在《芦苇之歌》里面 其实你看到的是看到台湾的历史 看到台湾的阿嬷 你会想到你的阿嬷 你会想到你的妈妈 你会想到台湾的女性 你会想到这片土地 你会看到你自己 《芦苇之歌》将于814国际慰安赴纪念日上映 有感动的弟兄姐妹、教会机构 也可透过包场的方式一起进到戏院 欣赏这部阿嬷们的生命之歌 新眼光电视台台北报导